今天就宣布50岁到60岁 50岁到64岁 健康的成年人暂缓施打 有高风险的 有风险 有慢性病的 那人是可以打 这段时间大家打得很急 那我们还是在预防健康组这边 有专家的讨论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相对风险比较高的 能够比较早的打 所以我们大概就把它分辨一下 待会我们今天就宣布 这50岁到60岁 50岁到64岁 这些健康的成年人暂缓施打 有高风险的 有风险 有慢性病的 那人是可以打 其余的还是照着这样的秩序打 今年我们预期流感疫情传播相对的有限 那长者及幼儿是高危险族群 接种对象以长者学龄群的幼儿为优先 那工费已经有一些地方 就是说工费流感要限户籍地 来增加大家不必要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麻烦 所以不限户籍地都可以跨县市来接种 为什么目标还没达到就要这样缓 为什么至少要先达到那个目标 再来 那时候就这样缓一下 因为目标也没有差很远 那但是现在可能就会排及到小孩子 打因为每天排及的量 它还是有一定的速度在 那第二个也减缓这样的一个用材 感谢观看